牧师好像这个是在说 是就是讲道没有一定的一个规则 或者规律 也没有现在我们所学的这个 所说的这个讲道法 圣经没有讲道学的 对对对 所以可以有不同的讲道的方法 对可以不同的一个方式 是 也不用去批判别人的讲道 或者是怎么样 一般呢 我们大概希望讲道 又解经又有比喻 又有应用 又有权威 又活泼 对不对 大概都要有这几方面吧 要解经要应用 要有比喻 要使人扎心 又很活泼 不是很乏味 所以呢 假如讲道像讲课 这个不是讲道 这个是讲课 或者讲道只讲故事 这个是成功神学 这个不是讲道 讲道只是把经文演戏演一次 也不是讲道 是演戏 对吗 所以讲课的 又不够分量 演戏的又不够分量 那些心灵鸡汤的 当然就不够分量 所以要什么都要包在里面 又解经 又应用 又比喻 又活泼 美国还要开始那两分钟再讲一讲过去那几天的足球比赛的一些的 引大家特别男性的兴趣的一些的笑话才进到这个题目的 对 先说 所以就是圣经中没有这个固定的一个讲道法 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个开放的一个态度来看待这些讲道他们所讲的这些内容 圣经中也没有什么非得有例证 非得有应用 非得有本论一 本论二 隐言 也没有这些固定的 这些是非常精彩的修辞学 演讲学的方法 很精彩的 OK 就是说他把什么都考虑进去了吗 隐言 然后一二三 每个里面有要点 然后再来一个什么 例证 例证 然后应用 至少甚至把应用放在前面 那个本论又弄得非常的应用化 等等 这些都是两千年来 不论是基督教内或者外的修辞学 想通了很多的事情 然后整理出来 所以严格来说 跟教外的演讲学 或者是修辞学 是同一类的学问 不是不好 很精彩 不过你要学耶稣讲道吗 耶稣讲了故事 杀种杀了四种之后 停了 门徒们说 耶稣你说啥 耶稣我们就是要教你听不懂 免得你们悔改 你要讲那种道吗 有这种的智人 智慧人士的讲道的 我只认识一位华人的讲道者 是有的时候这样讲道的 已经会添加的真灵方牧师 OK 有时候他讲道 忘记是不是讲传道 说讲讲讲讲 很小声讲 完之后 又往右边走 下台 就消失了 大家都在想 他在讲什么 他的讲道学是不能模仿的 他有写书 但他自己的讲道是不能模仿 有各种不同的讲道法 对吗 你要学彼得讲道吗 那你要把旧语读的烂熟 纸片哪里都引用 就说 耶稣基督就是这一位 他从这里复活了 换言之鸟 把圣经神学读得好 其实我们在讲道与圣经神学 那本书的讲解的时候 大概两年前吧 我们从神的道是什么 一直从旧约讲到新约之后 你就注意到 整本书要讲的是 没有错 讲道要有权威 权威来自神的道 来自神的整个 从旧约和新约的启示 的历史跟旧书的历史 而讲道使徒 差不多整个圣经的中南 最后的时候 他就讲这些 教导 宣讲 见证等等 所以参考讲道与圣经神学 那本书 旧生大概都 我们都已经读过那本 对吗 记得吗 所以不是说什么都扔掉 不要讲道学 来说讲道学可以 好像圣经里的 讲道那么的丰富 那我想有一点是不变的 就是要讲圣经 要讲神的道 那究竟是十节经文 还是二十节 三十节 一卷书 一千句 还是十句 这个圣经没有规定 不过我们大概也知道 一个成年人的注意力 现在到二十一世纪 大概七分钟 十二十七分钟 还有电视广告 一分半 九十秒钟 那是青年人的注意力 对吗 所以我们会加很多比喻 你过了几分钟 你马上换的 例证应用要点 例证 马上换的 三分钟就换一个 换一件事情 那我们也知道 人是血肉做的 所以注意力是很差劲的 有一位美国电视 他常讲到的 进行文物 Charles Stanley 他会说 听啊 他突然间讲 听 他要讲一个要点 就是说 听 父亲跟孩子们讲 这个语气 所以一方面 我们把讲道学相对化 另外一方面 回到圣经 重新再发现 圣经的讲道 明白吗 一方面 没有一套 最标准的 但是有很精彩的 不论是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 或者李丁武博士 写的那本设计 设计讲道等等 都是很精彩的 假如你能够把 李丁武博士 所写的那本书的讲道 学了一半就差不多了 因为他把所有的好的 都拿进去 他那本的教科书里面 不过呢 讲道肯定不可以是 励志 吉利 我们教会今年的目的是 增长一百 一百个百分之 这样子 讲道不是 做拉拉队 另外一方面 讲道肯定不仅仅是 向人传递头脑的知识 而没有应用 一定要讲经文 这个是不变的 至于你怎么去讲解经文 那你看圣经有宣讲的方法 有教导的方法 有见证 也有比喻 耶稣讲的比喻就停了 当下耶稣又辩论 那些全部都是道理 跟法利塞人讲的 约翰福音一大堆 是吧 马太 路加有很多的比喻 学一个完备的 讲道的方法 是对我们有帮助的 为什么有帮助呢 因为 我们自己的思考 不够清晰 所以需要前人给我们拿 一二三这样子 其实我们读书也应该这样读 读经也应该这样读 所以讲道预备的方法 也应该这样的预备 这是帮助我们理清楚 我们面对经文 要怎么读 怎么理解 怎么归纳 怎么应用 再抓一些的力证等等 除了帮助我们读经 读书以外 我想不少的解经 讲道的老师 或者左者们 也会强调另外一个层面 就是分析 理解你的听众 你为什么要选 这种的力证 为什么你每次讲力证 不可以全部都是讲 抗日战争 1937到1945年 因为我们不活在1937年 明白吗 我们在香港 1960年代 1970年代 常常听到他们老人家讲 抗战时期的 军阀时期的故事 对我们没有意思 我们香港长大 1949之后 所以我们力证 是要考虑到 我们的听众是谁 所以怎么读经读书 理解听众 这些都是好的 都是好的 讲道的教科书 我的老师会教导的